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是拍Cushion粉底的測試一天 我想盡快拍完它 所以今天我會用兩種粉底去比較 就是這兩種 一個是Bobbi Brown的Skin Foundation Cushion 另一個是Estée Lauder的Double Wear Cushion BB All Day Wear Liquid Compact 兩種都是專櫃品牌 我用Bobbi Brown試在右邊面 Estée Lauder試在左邊面 然後測試9個小時看看它的持久度是怎樣的 首先講一下Bobbi Brown的Skin Foundation Cushion 這個我自購的 我買了的顏色是Extra Light 但是我買完之後他們也有邀請我去專櫃去看 之後他們也有送一盒給我 那是另一個顏色 我遲些可能在blog再分享 但是這個就是我自購的 這個就有SPF50PA3那家 它總共有6種顏色選擇 這個的價錢其實也不便宜 它的粉底是300元 即是膠囊的補充裝是300元 粉盒連粉盒是130元 總共是430元 不過這個是韓國製造 以及12個月內就要用完了 Extra Light的防曬度都是一樣的 都是SPF50PA3那家 我買的顏色就是1W1Bone 這個就是24個月內才要用完的 變相它會長久一點 另外它是日本製造的 這個價錢就是390元 那就是連同粉盒和裡面的粉底 包裝方面兩個都是比較普通的 兩個都是有一個Logo 就印在盒子上面 但是就不是很花哩花哩的 都是一個正式的 那Bobbi Brown的盒子 就會相對地大一點 盒方面兩個其實都是差不多 都是跟普通BB Cushion的 盒子沒有什麼分別 都是有塊鏡子和粉撲的 粉撲方面我就不覺得有太大分別 兩個摸下去都滑的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Extra Light的那個就好像再滑一點 那打開那個Cushion 就會有一點點差別 Bobbi Brown的那個 它說它是一個膠囊的設計 它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它中間有一個比較大的洞 那些粉底在那個洞裡滲出來 海綿那裏 所以你會看到 我印了 這裡我應該印了兩三下左右 那些粉底都不會滲滿整個海綿 而Estee Lauder那個 就跟普通韓國的BB Cushion 就不是太大分別 都是有些洞洞的 那包裝上就是這樣 那天氣方面呢 今天最低氣溫是27度 最高氣溫29度 還有相對濕度就是89% 那都幾潮濕 但是我今天主要都會在家裡 我待會也會出去出去 那我們再看看它的持久度是怎樣 那不說那麼多我們先試上面 這一部分我決定重頭再測試過 因為對上一次測試 最後的結尾片段 我就不見了 即是消失了 所以由頭再測試過 那首先呢 做一個打底箱 那我今次就會試一下 用這個Bobbi Brown的 Repair Moisture Cream 那這個就是我當時 買Bobbi Brown的Cushion的時候 他就給了我做一個相片 叫我試的 就試在這個Cushion的 用來做打底 那我就拿一點 第一個感覺就是 它的香味也挺重的 我自己就不覺得它很反感的那種 是比較像SPA那種 但是如果不喜歡香料的話 可能未必會喜歡這個Cream 那另外呢 塗上面真的比較滋潤 很保濕的感覺 那今天的天氣 今天的相對濕度 也有89% 那我懷疑有一點點 會不會不太適合 不過 不塗都塗了 那我現在就想分底 那我右邊面 就會塗Bobbi Brown的Cushion 那我就按壓一下 會這樣的 那現在塗了半邊面 是會看到它整體都均勻到膚色 也有很多瑕疵 其實它就不會完全遮到的 那它的遮瑕度 我自己就覺得是中等 那這裡也有些深一點的瑕疵 它也遮不到的 塗上面的感覺 我就覺得它是潤得來 真的挺薄的 暫時都還有一點點黏力 那我們都要等它設定一設之後 才再看看情況 那你會看到也有些光澤感 但是就不會說是很水潤 很濕潤那種 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也挺貼服的 唯獨是鼻戈 一些毛孔比較粗大的位置 我就覺得它好像坐在毛孔上面 但是不算是貼著皮膚 那就是這個情況 但是真的要很近看 用到放大鏡才可以看到的 如果你說軟體 整體 我真的覺得它是挺貼面 挺自然 而且真的不會覺得是很厚粉的感覺 好 那現在就塗了Estée Lauder在左邊 我也是印一下 那你會看到 蓋的粉底的程度 是超級很多的 它會拿到更多的粉底 而BOBI BROWN的設計 就是讓你一泵過 就可以塗了一整個面 就變成不會浪費粉底之餘 也不會塗到很厚粉感的效果 Astée Lauder上面的感觉是比较厚,但推开后比我想象中薄 它的遮瑕度我个人认为是比较高,比Bobbi Brown一定是比较高,而Bobbi Brown是比较自然 Astée Lauder那边是比较无瑕,我会试试再建设遮瑕度 它亦比我想象中没那么干,暂时都不见到干纹和击粉的情况 唯独在鼻翼旁边的位置用Cushion的粉泡是比较难上的 但感觉挺贴面,特别是Astée Lauder那边的毛孔我真的觉得是抚平了很多 Bobbi Brown那边都OK,但仍然会看到毛孔 而Astée Lauder那边的毛孔真的修饰了很多 好了,现在再试试增加遮瑕度,Bobbi Brown这边上面有点点印 我会试试用它去遮瑕,而且会试试遮瑕眼圈位置 Bobbi Brown那边,你会看到它增加遮瑕度的能力都OK 我会说是中等,它未至于是无瑕,但仍然会减碳瑕疵 Astée Lauder那边控制的份量,我觉得真的难一点 Bobbi Brown就可以控制到 但Astée Lauder那边好像是良性一筹的 我觉得这个比较深的内衣位,我可能也要用遮瑕膏 但旁边这个位置,这里是比较无瑕的 再看看这些瑕疵 其实我觉得是接近无瑕的 这些深的瑕疵,其实再忍一忍都已经遮瑕了 好了,现在就是早上的10点35分 我等它设定了,我化妆之后再回来 好了,我现在化完妆,时间是10点46分 我差点咀尾未塗,因为我待会就要拍一些Blog Post 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刚刚上阴影粉和胭脂 我还未上定妆粉的,我直接上阴影粉和胭脂 想看它是否均匀 其实真的挺均匀的,我不记得拍低 我应该拍低的,但是 对,我也觉得它是挺均匀的 不会说卡住卡住卡住 两边都可以的 第二件事就是,它现在设定了 我就感觉到Estée Lauder那边 比Bobby Brown那边厚一点 但是它因为比较滑 不会觉得超湿滑 虽然比我想象中没有那么干 我个人就认为它没有Bobby Brown那边那么滑 但是它的无瑕感是真的很漂亮 而Bobby Brown那边是真的偏向自然 但是也不会说 牺牲了遮瑕度的 而且我经常都忘记做这件事 就是在纸巾测试 看看它有没有脱色 会不会移到一些衣服 我就用纸巾印一印 Bobby Brown那边 不知道大家能否看到 它是有少少脱色的 但粉底来说也挺少 而Estée Lauder那边 我现在还未上定妆粉的 而Estée Lauder那边也是有脱色的 但也真的不算很严重 是比较少的 而且也不会说很深色的 好 其实我现在 就算今天那么潮湿 也不算太容易 但我自己真的感觉上 觉得不需要上定妆粉 但我也会先上妆粉 我怕我转头又不记得 我常常是晚点的时候 就懒得上定妆粉 那我今天也是上 Make Up For Ever的HD Powder 那我就局部上 我就不会整个面上 因为我也怕会干 特别是Estée Lauder那边 那我就只塗在T字位 三角位 和下巴的 好了 刚刚上完粉的时候 好像是10点35分 那我们就当是10点半 那我再过多几个小时再回来 好了 现在时间就是 按不到电话 3点06分 即是total 11点半 12点半 1点半 2点半 4个半小时 因为我转头要出去 我就等不及 就是第5个小时 来update 那我现在就update了 过去这4个半小时 其实我主要都是在室内 偶然都有开冷气的 完全不觉得热 其实今天外面都不觉得热 我转头出去 我都打算穿一件冷衣 摸一摸面 其实觉得是比较清爽 完全不觉得是油 但是就会觉得底层真的有一种滋润度 我觉得是跟那个creme 即是Bobbi Brown的repair moisture cream有关 我想那一款冬天都会比较适合 但是都觉得 臉好像有出很少很少的油 是令到那个妆容 我自己就认为是好看一点的 有少少光泽感 但是在里面透出来 就不是很造作 很强的光泽感 两边其实就偏向雅致一点 但是Estée Lauder那边 我开始看到是有少少的干纹 虽然不算太明显 我也是用放低镜才看到 而Bobbi Brown那边 就少一点的 其实几乎是没有 真的非常少 只有一片 还有我这里有瑕疵的位置 鼻液位 其实两边都还可以的 我觉得Estée Lauder那边好像干一点 但是遮瑕度方面 两只都可以的 现在差不多五个小时 我稍后会出一出去 就看看出到去 会不会更加容易溶装 我们再过几个小时再见 现在时间就是晚上7点49分 即是现在已经总共过了 九个小时零十五分钟左右 过去自上一个更新之后 这几个小时内 我也是在室内没有开冷气的 所以真的有点热 而且我知道自己也有出面油的 如果这个时候我要出街的话 我应该都会忍一忍 再补上碎粉的 因为看到面是开始有点亮 而且真的感觉到油了 是的 两边都是感觉到油 我觉得右边 Bobbi Brown这边 感觉好像溶装 溶得厉害一点的 Astie Lauder那边 她说她是八个小时持久度 我觉得其实她是有脱落 一些遮瑕度 我有些红印 瑕疵 她也有出来的 但是 整体还是肤色均匀 我觉得这个妆 其实还能出街 补一补水分之后 Bobbi Brown那边 其实看到她的面是红一点的 就是红印是明显一点 她是脱得厉害一点 还有我有一些瑕疵的位置 她是看到都挺卡住她的 就是都挺干的 反而我平时最干的鼻液 都不算很严重 没有脱皮得很厉害的 在Bobbi Brown这边 是开始看到有些干纹 但是都不看到她是设定了上毛孔的 比我想象中好 因为刚刚上妆的时候 好像有一点点在毛孔 其实现在是看不到有的 毛孔好像是扩张了一点 而Estée Lauder那边 毛孔也是没有刚刚上妆的时候 那么平滑 但是都不差的 我觉得 肝纹 都是有些 都是跟Bobbi Brown那边 差不多位置 总括来说 这两个我都挺满意的 现在都九个钟头 其实整体我觉得 除了有光之外 它的效果都算不错的 虽然是有少少肝纹 两边都有 而且感觉真的挺好的 挺薄的 而且不会觉得很厚很黏的 而Bobbi Brown那边 真的偏向滋润一点 但是都看到会有少少肝纹 它的持久度 真的没有Estée Lauder那么好的 但是它的效果 是比较自然的 它的包装的设计 我都觉得挺好的 因为控制到你拿的份量 就变成了整个感觉 不会很厚粉 如果大家有试过这两个 其中一个 或者两个也有试过的话 都记得留言 分享你的肤质 以及你的用后感 方便给大家做个参考 如果你本身对这两个粉底 其中一种 或者两种也有兴趣的话 你会决定选哪一个 你会不会买呢 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希望这条片帮到大家 我们下一条片见 拜拜